可以多人運動的機器 可以多人運動的機器 多...不是這個意思吧 最多兩人 這可以放...這可以放手機嗎 可以放水杯耶 對 如果可以放的話就是... Oh my God... 就是錯的 就是錯的 教練 可以 這一個部分就是為了我 量身訂做的對不對 對...之前是不是有受過傷 對 我膝蓋大概受傷三遍 三遍 這麼多次喔 對 這...最近這一次最嚴重 直接送急診 就是你就站不起來那一次 我直接在地上 那一次應該就是可能某一個角度 那你們可能蹲久了 那個肌肉拉得很長的時候 然後瞬間要再起來 然後角度不太對 確實是有可能... 有可能受傷了 這個時候我們在... 除了我們剛剛前面有... 就是暖身嘛 然後我們再透過訓練我們的肌力 然後我們就可以保護門關節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就是要做下肢 可是他已經受傷了 他也可以做這種 可以... 推到一半又送急診了 不會... 那這台相對是簡單是說 它核心的穩定沒有那麼多 而且它是做好的 去做一個腿頓的一個部分 對 OK 我先示範給你看 好... 好 這個先做好之後呢 你就讓你的腳啊 踩到這個板子上面 好 一開始會有點緊繃啦 對 OK 好 躺好之後呢 這個頭不用刻意地躺 因為我覺得會有點不舒服 正常就好 但也不用低頭 好 推出去 一樣喔 好 跟手肘... 手肘一樣 我們不要讓我們的膝蓋完全鎖死 好 對到直的就可以了 好 還有一點空間 好 慢慢再回來 吸氣 好 一樣最後... 最後一下做完之後 再慢慢回來 主要是練到膝蓋那一塊嗎 大腿前側 跟我們的臀部都會用到 因為這兩個關節 空關節跟膝關節都用 好 試試看 來 我們先這樣坐上去 然後下背 背部都靠好 再幫你調 它可以調喔 對 對 所以你的話 可能就是要再 再看 不用等到我吧 我真的要坐好嗎 吐氣的推 推出去 可以嗎 你推了嗎 等一下 我現在先在甩一面 你這個演得滿像的喔 演得滿像的喔 來 準備 來 一 二 三 吐氣推 OK 好 不要憋氣 吐氣推 好 好 到接近伸直伸直 伸直好 但還有一點空間 好 回來慢慢的離心 吸氣下 推的時候吐 吐氣 吐氣 對 很辣 水 可以 然後膝蓋不要鎖死 對 有一點空間 好 為啟 的 因為我們要打壁 所以我們要打壁 我們要打壁 那個走 的 那它是坐著去推 對 那妳等一下是 也是推 可是你推的是地板 但地板不會動 所以你人會站起來 那為什麼他可以坐著我要站著 不是啊 這個差別在哪 差別在哪裡 就是說器材的話 因為它會有軌道輔助 那他之前我想說他之前有受過傷 我要確認一下他的動作 還沒有那麼 不是偏心的問題 不是 不是 對 這個動作你也做得比較 感覺你會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推到這個 沒有 沒有 這是什麼 翹屯屋 這個跟是有關係嗎 跟都沒有關係 但是位置差不多 所以我先示範一下 所以待會兒是深蹲的時候 我們就先有一個椅子 那其實我們只要會坐椅子的話 我們深蹲都會坐 好 對 那你待會兒就讓你的屁股 去碰你的板凳 我們就坐下去 輕輕做一個五層 坐五十趴 然後就站起來 什麼叫做五十趴 坐五十趴 就是你的體重五十坐上去 對 不要全坐 對 對 對 因為你坐下去你會變這樣 這個又不行 對 OK 你只是有一個輔助碰到而已 所以你就讓你的體重 有一半在上面 好 就站起來 這個是空氣深蹲 而且有一個輔助 來 繼續 這樣嗎 對 還不錯 那記得不要太過得 Arch 就是說你不要刻意地翹屁股 您屁股真的很翹 我拜託 屁股可以 這可以放手機嗎 我可以放水杯 對 如果可以放的話 Oh my God 就是錯的 就是錯的嗎 真的嗎 我這邊可以放耶 但是因為我們是要斜的而已 我們不會是平的 不會跟地面平 對 OK 坐 輕輕坐 好 所以其實我的骨盆要往軌一點 才是正確的 對 就是 應該是說骨盆都是中立位 你下去的時候 因為你會變成這樣 你褲頭會變成斜的 沒錯 但你站起來之後會回到平的 對 好 繼續 這是第一回合 我們如果空氣沒有負重 然後有椅子輔助 OK 很好喔 再一個喔 很好喔 好 OK 休息一下 OK 好 我們加重 所以待會是很像 捧著一個雅鈴 但是記得你的肩膀 所以不要讓它脫背 脫胸 可以 手掌 好 OK 好 腳不要太外包 自然圍開就可以了 自然圍開 好 也不用 一定要對著 更不用內拔 更不用內拔 好 OK 這樣可以 好 慢慢地屁股往後去碰好 等一下可以 往後抬 後抬 這邊是有幫你挑了一個背的動作 但是剛好抬 也是有幫你挑了一個背的動作 最多兩 它都多難以後的攻擊 最多兩的 所以待會兒你看一下 我先示範一下 所以待會兒我們這個往後 拉一點點 取出一點點距離 它真的還這麼遠這樣 對 因為你太近的話 空間先流出來一點點 好 肩膀收好之後我們背是平的 我們膝蓋去吸 我們身體往前傾 好 手肘不要彎曲的 直接肩膀往後伸展 吐氣 然後回去慢慢伸直 吸氣 回去 吐氣 所以在過程當中 你不需要身體有過多的 吸 我怕 好像你 對 所以我先制止了 所以身體不要動 是單純肩膀的動作而已 所以如果過程當中 手肘先彎曲 又伸直 那你會多很多的手臂的動作 那我這個動作是要 一樣練擴背 這邊會很痠對不對 擴背 一樣擴背 好 手先抓好 但那麼遠可以 併腿 你可能不用 它有這麼遠嗎 對 另腳 然後膝蓋尾彎 屈膝 身體前傾一點 好 跟那個都 這個你看 這個它的背部 保持平整就好了 不用太多的翹屁股 我印象中不是這個 OK 好 手伸直上來一點點 好 出力往後帶 帶到口袋旁邊 手都被彎 你好像變臂 你幹嘛 好 表情這樣 先給我 我哪裡不太對勁 先給我 因為妳蹲得太低了 我重點是往前 但是妳往下沉了 對 往前就好 我們先空手的修正一下 膝蓋曲一點點 好難弄 好 走 OK 可以 讚 好 試試看 給我 趕快給我 好 好 肩膀收好 好 手肘伸直的往後帶 對 吐氣往後 漂亮喔 可以喔 好 往後 好 吸氣回來 來 吐氣 go Nice 很好 是不是這邊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過很痠 可以過很痠 好 接下來下半身要加油 來 三 我們等 Yay 謝謝今天MAS教練 教了我們這麼多 專業的知識 對 你要不要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的 表現如何 表現怎麼樣 好 那今天其實就是 針對你們的下肢 上肢跟核心 各挑的一個動作 然後有針對 就是目前各式的狀況 都有一些小小的缺點 就是說 像 苡萱你就是肩膀會 常常會鎖住 對 所以就是 背的力量不夠 所以你真的 背要再多加強一下下 好 對 所以那 再來就是說你的腿的部分 你剛剛有說到 你有在做有氧 但你做的是滑步肌很好 那跑步肌的話 我們可能就先再觀察 因為跑步肌它會有衝擊 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 肌肉狀況 我們可以多做一點器材 讓腿部的一個 下肢的力量 提升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慢慢看 我們跑步 今天一整天練下來的心得就是 雖然教練教了我都有聽 可是你自己平常在家裡 你是 你可能不會發現說 我現在滑步太多了 或者是 我可能聳肩 我自己沒有注意到 自己做一做可能 你會越做越 動作會歪掉 跑偏了 但你自己不知道 對 所以一對一教練還是 對 因為這是我們幫你看 因為你可能對自己的那個 身體的 了解不夠 自我感覺可能會有點偏差 自己覺得好像是平的 可是確實滑步 對 所以那 第一個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做 可以啊 透過鏡子 然後轉過來去做 可以看得到鏡子 是的 或是把它錄起來 然後可以給那個 就是比較厲害的人 傳給你看 可以 好 記得要傳給我 好 好 等一下 對 對 所以那如果是教練的話 他幫你做這個 看動作 第一個安全嘛 你不會受傷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在 你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是比較有效 對 就是我想放棄的時候 教練的時候 沒有 再來一個 真的有用 真的有用 對 因為你會覺得不行 我在這幾個做完 可是自己很容易就放棄了 說不行 我真的不行了 然後就放棄了 教練會逼迫你 對 因為有時候教練都比 學生還要了解他自己 循序漸進 然後呢 持續規律 這個是最重要 史詩以恆 對 這樣就是 就算你可能受傷 我們就慢慢地 在復健回來 因為速度也不會太慢 沒錯